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보는皆 podría 谁有此理 簡直不是抬举 皇上 美娘 美 美娘 起来 起来 坐下 坐下 什么事啊 是不是有人对你无礼啊 你说呀 皇上 请自臣妾一死 如果臣妾死了的话 以后就不会再发生这种事 你不要包庇这个人 你说 到底是谁 朕 朕要下旨杀死他 那臣妾就更不能说了 皇上要杀的话 就杀臣妾吧 这个人竟敢挑戏你 那就是不把朕放在眼里呀 你不肯说 朕岂不是一辈子 都不知道这个乱臣贼子是谁吗 你说 你快点说呀 你说呀 对臣妾无礼的人 就是 是谁 是太子殿下 皇上 保重啊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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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畜生 皇上 龙体要紧 你千万不要生气 这个畜生 无伦败坏 简直不是人 原来家洛说的话都是真的 他 确实在朕的面前 假装的 他 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好人 但是朕 这人将大随的江山 要交到这个畜生的手上 不行 大随的江山 绝对不可以落在这个畜生的手上 那个老鬼要叫我进宫 是啊 皇上想了想 觉得宫主精力能干 这次以死来维护大王子 可能大王子是冤枉的 走 他一定是想废了我 再立杨勇做太子 知不知道他叫谁 招杨勇进宫 奴太不知道 不过 皇上十万火急 招忠孝王进宫面圣 忠孝王 皇上 老臣早就看出二王子心怀不轨 可惜没有真凭实据指振他 如今皇上能够及早发现 总算为时不晚 这个畜生 真是老谋深算 阴陷毒辣 所以朕 一定要在他卫世傅夺位之前 秘密找阿勇进宫 把一切都不输妥大 朕就立即废了这个畜生 改立阿勇做太子 忠孝王 皇上 这次朕唯一可以信赖的人 就是你 你要帮朕啊 皇上 要臣追随皇上多年身受圣恩 自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好 你马上拿这封诏书 去千叶山庄 找阿勇回来 但是记住 千万不要惊动任何人 以免给那个畜生发掘 先下手为强 加害阿勇 是 皇上 刚才老臣进宫的时候 似乎有人监视 恐怕二王子已经知道 皇上的心意 想废掉它也很难啊 皇上 如果老臣带赵叔离宫 又再被监视的话 老臣恐怕会误了大事啊 皇上 宫中有这么多太监出入 二王子未必会留意到奴才的 不如就派奴才带赵叔离宫 去接大王子吧 皇上 老臣愚见 丁公公是送赵叔的最适当人选 但是 如果我给那个畜生发现了 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甚至会杀了你呀 奴才为了皇上 就是赴汤蹈火 万死不辞 干什么 走 走 丁公公 急着上哪儿去啊 奴才是奉皇上之命 去吩咐玉厨早点煎药汤啊 啊 怎么你不是代表忠孝王出宫 去千叶山庄 找杨勇回宫吗 不是 押下偏牢 是 走 皇上救命啊 走 皇上救命啊 走 这位是 这位是李姑娘 李姑娘 殿下 你们殿下已经派人通知了我 说他坠衙之后 张兄和李兄救他的经过 我父王是非不分 助纣为虐 实在是我们突厥人的耻辱 对了 你们殿下别来无恙吧 实不相瞒 太子殿下已经给他父王贬为庶民 到底 卓吉太子是不是曾经帮我们的 来了几天了 一点消息都没有 卓吉太子和殿下是生死之交 他说会帮我们 就一定会帮我们 万一这里没有杨广过街大汉的证据 那我们岂不是白等 他死小子 把命还过 这封信关系着很多人命 我是不会给你的 殿下 接着 这封信是杨广勾结我 父王谋害杨勇太子的 快点拿回去救殿下 殿下 快点走 要不然你们就没命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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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大的狗胆 居然得罪我们殿下了 还帮那个老家伙送信 义文兽 你这个老狗贼 你跟杨广谋朝篡位 你将来不得好死 打 请 殿下 岳王爷 允文将军 杨广狗贼 大逆不道 如果天有眼 你这辈子也不要想当皇帝 主主 怎么样 果然在他身上 他说得到一封诏书 好 奴才和这封诏书都在我们手上 那就不怕再有人通知杨勇 破坏我们的大事了 我看这个老鬼怎么废话 你笑什么 笑什么 我问你笑什么 糟了 我们中计了 父王找我马上进宫 太医 你知不知道什么事情 这件事小人也不太清楚 不过忠孝王吩咐小臣 叫大王子跟小臣进宫 到时候皇上会跟你解释清楚 好 大王子 公主吩咐过了 你不要离开千叶山庄半步 是啊 王子 公主回来了我们怎么交代 以前父王下旨要杀我 我就不能够离开这里 但是现在照情形来看 父王明明是原谅了我 要找我进宫有事商量 我怎么可以违抗圣旨呢 那这样吧 我们陪你一起去吧 是啊 不可以 皇上吩咐过 只准大王子一个人进宫 不能惊动别人 以免节外生枝 太医 马上起征 是 你们在这里守着 见到杨勇就格杀无论 千万不要让他们到寝宫去 打扰皇上 是 是 岂有此理 这个畜生知道正要召阿勇回宫 竟然明目正当 派宇文术截杀阿勇 看来他真是要造反 不行 正要立即降职 杀了这个畜生 免留后患 皇上 现在在外面的禁军 全部都是殿下的亲父 如果皇上有什么轻举妄动 恐怕 恐怕他对你也一样不利 谁敢对皇上不利 老臣就把他随时挽暖 钟小王 皇上 朕知道你很忠心 不过 刚才小棒子说得很对 那个畜生已经有备而产 现在我们势丹力薄 的确很难跟他硬碰啊 皇上 难道我们就这么在这里 坐以待毙吗 而大王子任由他们截杀吗 乃叔 现在这个时候 阿勇还没有进宫 现在形势这么紧急 朕恐怕等阿勇回来 阿广这个畜生 已经把朕杀死了 皇上 梅娘 你不用担心 朕想到一个办法 朕决定 立下遗诏 废了这个畜生 再立阿勇做太子 那就是朕一旦归天 这个畜生也做不了皇帝 皇上英明 皇上 千万不能让二王子 这个卑鄙的小人继位啊 好 钟晓王 你马上替朕立遗诏吧 老臣遵旨 快 开门 皇上有钥匙 叫大王子进宫 由诏书为证 来人 开门 来 你干什么 皇上就不要进去了 因曹地府 你快进去吧 来 大王子 你不要管我 赶快进宫去吧 大王子 你没事吧 走 慢着 依赵你好 请皇上过目 啊 玉玺 是 有没有阿勇和董太医的消息啊 回皇上 奴才刚才出去打听过 皇宫门口的禁卫说 没有看见大王子他们呢 是 钟孝王 皇上 正所谓先发之人 趁这个畜生 现在安兵不动 你马上出去 劫住阿勇 叫他先不要回来 另外一方面 你去召集文武百官上朝 真要当着这么多人面前 废了这个畜生 另一方面 你调动你手下的三万精兵 围住皇城 来个里应外合 将这个畜生和他的党羽 一网打尽 皇上 老臣在二王子还没有动手之前 就先将这几件事办妥 我 事不宜知 老臣告退 让开 宇文叔 你手下这么做是什么意思 今天又乱党混进来 刚才我们就抓到了一个跟乱党有勾结的太监 所以殿下吩咐大家不要随便走动 老王爷 我劝你还是回去陪陪皇上吧 混账 你身为禁军统领 不但不将宫中乱党肃清 反而不许朝臣在宫中躁动 你这个禁军统领是怎么做的 吴建政 大胆 老夫身为太傅猎徒封王 现在由你一下犯上忽名唤醒 从明天你就快点走开 老夫今天拼了老命也要不出宫门 有胆子你就杀了老夫 看你怎么向皇上和朝中文乎百贯交代 真是岂有此理 你怎么可以让武建章这个老鬼离开宫廷 可是这个老鬼是当今的太傅 而且又是王爷身份 位高权重 说老实话我不敢太过分 你 王爷 宇文将军这么做也未尝不可 他万一真的杀了武建章 我父王一定会非常恼怒 到时候不知道我父王会出什么杀手锏 跟我们硬碰 那我们就更加防不胜防 但是这个老鬼明明去搬救兵 到时候兵临城下 我们就兼顾不了了 这点忙也可以放心 今天早上我已经想 贾传父王的口谕 把那三万精兵调离京师 他想带兵秦王 简直是妄想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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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帝下特别吩咐 任何行杂人等不得进入皇宫 快走快走 长官 是这样的 玉厨说了 皇宫里面的新鲜蔬菜快吃完了 如果再不送点蔬菜去 皇上和殿下就没菜吃了 我们拉了走 不要紧 不过皇上的怪子下来 水能担当得紧 长官 同容一丝吧 好 那你们从侧门里点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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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快走 来 没有见过你, 你不能进去 长官 长官 通容一下 通容一下吧 你先不要再啰啰嗦嗦 要不然都不要进去 走啊 走 快走 你先留在这儿 等我们出来 快走 几位的大恩大德 小王莫其难忘 岂敢岂敢 老孙教道 小人依不容辞的 皇上, 你别说这么多了 快请公见我皇上吧 告辞了 小心点 美宁 皇上 钟小王走了 走了多久了 皇上 你不要这么担心 老王爷把事办好之后 一定会回来禀告皇上的 你还是躺下休息一会儿吧 皇上 皇上 老王爷有消息来了 快报 启禀皇上 老王爷说他手上的三万金兵 在今天早上 被殿下用轨迹调出了金城 不过 老王爷请皇上不要担心 他已经召集了百官 在偏殿迎接圣驾 到时候皇上 到时候皇上还是可以当众废出二王子的太子之位 好 那正就先收拾这个畜生 正要更衣, 你们退下 是 是, 皇上 是, 皇上 媚娘 皇上 这份诏书万分重要 朕不便带着他到处走动 你替朕小心跑管 如果看到阿勇 马上交给他 皇上 可是臣妾怕 你不要怕 你是弱智女流 他们不会怀疑你的 请 你来干什么 我们公主不在这 我不是来找你们公主的 大王子呢 大王子已经跟董太一进宫去了 进宫了 你不知道为什么 董太一神神秘秘的 什么都没有说 不对 为了大王子的安全起见 我们进宫去看看 不错 反正我们这次再突厥 找到杨广害杨勇的证据 趁这次进宫 我们可以拿给皇帝和大王子看看 我们要去看看 皇上, 请 你這個畜生 父王 小胖子 小胖子 你這個畜生 居然連政的御前侍衛都收賣了 你騙政, 想幹甚麼? 兒臣心裡想甚麼 父王應該很清楚才對 這個王位我是做定了 現在就看你夠不夠聰明 甚麼? 如果你失去的話, 馬上自動退位 兒臣還會念在跟你父子一場 可能給你個機會讓你做太上皇 讓你安享天年 如果你不失去的話 你真的不顧父子之情 要是父奪位是嗎? 你不要逼兒臣出死下次 你這個畜生 朕在位二十四年 雖然不敢說是一個好皇帝 但是有這一天 都不會給你繼承王位 讓你禍害蒼生擾亂天下的 你真怎麼不失台去? 你不要以為你是我父王 就不敢殺你 畜生 朕是君, 你是臣 朕是父, 你是子 你敢誓君殺父嗎? 我不敢 我現在已經誓成其虎了 你以為我還會放你出去 給你機會廢我給你機會殺我嗎? 爹 爹 媽媽, 母后根本不是讓楊勇推下床 摔死的 她是讓我活活的給氣死的 你說說 我有沒有膽子殺你這個父王 你…你這個畜生 來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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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兒來保教呀 沒事… 沒事…你們快點到那邊去看看 是, 將軍 來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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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啊, 怎麼不叫了? 畜生, 原來你早有計劃 把我所有的敬畏都調走了 那還用說嗎? 我馬上要做皇帝了 怎麼能讓人家抓住我 師父、師母的把柄呢? 難道你為了做皇帝 真的變得這麼全無人性嗎? 父王, 你當年何嘗不是為了做皇帝 所以殺死我的姐夫周宣帝 不過我並不是說你像周宣帝 那麼昏庸無道所以該殺 我就是不服氣 為什麼王兄早我出世幾年 就可以做太子、做皇帝 而你… 而你完全知道 王兄根本沒能力做皇帝 為什麼硬要把皇位傳給他? 怎麼說 不, 如果朕疼你母後 先生下你 就不會搞到今天這個地步了, 是不是? 是 父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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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子, 你回來了? 我父王呢? 他在偏殿, 爭了殿文武百官 那夫人呢? 我想問他知不知道 父王這麼急找我是什麼事情? 夫人也去了 他怕皇上冷, 想拿點披肩給他 太醫 是 我們馬上到偏殿去 是 你… 你…你…你一定會有報應的 就算有, 你也別想見到了 是 誰?你們來了就好了 大王子呢? 進攻區還沒出來呢? 三哥 我們進攻 好 你們是什麼人? 皇宮禁地, 你們不能亂闖 我們找到二王子 勾結突厥大漢 謀害大王子的證據 我們要見皇上 我們是大王子的朋友 麻煩你衝傳一下 好, 我認識你們 你們是皇上下旨通緝的亂長 抓住他們 好 我… 我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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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見黃兄 你們見了吧 这一切已经大功告成了 殿下 殿下 不得了了 娘娘不知道用什么方法 已经混进来了 殿下 怎么办呢 一不做二不休 跟我来 果然是个橘色美人 我现在杀了你太可信了 刚才你在偏殿所见到的事 一定要保守秘密 如果泄露出去的话 你的性命难保了 你自己要聪明一点的话 太子 怎么样找到了没有 到处都没有 我看他跑不了多远了 买香大人到那边去送 我们到那边 是 太医, 我们分开走 是 买香跑 交力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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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医 太医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跟我来 大太子 夫人 宫中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父王找我进宫 你闻将军又追杀我呢 皇上的 皇上他已经驾崩了 父王死了 这封遗诏 是皇上要我亲自交给你 皇上究竟怎么死的 他是给 杨勇 你跑不了 太医 你跟夫人先走 是 我又来 走吧 快走 夫人快走 杀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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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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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死啊皇上 皇上是被阳光亲手夹死 是他 大王子现在深血浅静 我们有没有办法救他 我跟夫人都手无腹肌之力 除了马上去搬救命之外 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你现在马上去千叶山庄找公主 还有四大高手 我去找忠孝王商量对击 好好好 我马上就去 好 好 快 父皇 父皇 不 兄弟 兄弟 公主有变 我还在担心你的安全 你担心我 好, 我看你還是擔心一下自己更好 弟弟, 你在說甚麼? 難道到了這個時候, 你還不明白? 弟弟 你平常也不是這麼蠢 三番四次地掉進我的陷阱 你竟然還糊裡糊塗的 陷阱? 不錯, 願是公州開放異倉 今次你小姨和你妻子, 甚至母后 都是我精心策劃的 為甚麼?為甚麼你要這樣害我? 我不害你, 讓父王廢了太子之位的話 我還有機會做皇帝嗎? 你為了想做皇帝, 連手足之情都不顧了 大丈夫做事做人, 一定要心狠手辣 在緊要關頭, 不要說手足之情 就算是師父, 我也做得出來 父王是你殺的? 不錯, 其實父王做了二十幾年皇帝 甚麼福都想到了 從今天開始, 就是我楊廣的天下 你這個畜生, 我殺了你 父王的遺詔在此, 你還敢放肆? 父王的遺詔在此, 我必須廢了你 我必須廢了你 你… 父王 大皇兄, 你不要叫我做大皇兄 我沒有你這種不仁不義的弟弟 大皇兄, 其實我以前所做的一切 全都是楊肅的教我的 他說以前想三三四四八戒你 誰知道你一點也不領情 所以他才找我的 他說, 他說要幫我做皇帝 我也是一身年輕無知 才會給他利用了 你… 我小姨, 我妻子 王母后全都是你殺的 這四條人命 就憑你一句年輕無知就算了嗎? 我知道, 我知道自己罪孽深重 但是我不錯也錯了 楊家現在也沒有寄個兒子 難道你真的這麼忍心 就一劍殺了我? 你就是死一百次也抵消不了你的罪孽 是… 是… 我知道我做了這麼多大逆葡萄的事 是死有余辜的 我… 你一劍殺了我 我可能會死得舒服一點 你殺了我嗎? 你殺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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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皇… 你殺了我 我殺了我 你殺了我 你师父沙漠这么大命不得 我 我不会放过你的 又是你们这群乱党 给我抓住他们 我们要见当今皇上 我有证据证明我们不是乱党 父王驾崩 父王驾崩 殿下 殿下怎么会这样 父王知道大皇兄有一事不篡位 所以就立下一书 要大皇兄回宫自杀谢罪 只知道大皇兄一回来 他不满意顶撞父王 父王就这样一旦给气死了 那现在大皇子呢 皇兄又气死父王之后 很后悔就得执行医术 自杀谢罪 我想阻止也阻止不了了 大皇子死了 我不相信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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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殿下 既然皇上已經加崩 大太子自殺謝罪 還請殿下節哀順兵 不錯 國不可一日無君 皇上生前曾經策略殿下為储君 殿下應該順天應人 即登大衛 但是老臣願奉殿下為大隨天子 鞠躬盡粹死而後矣 臣等願奉殿下為大隨天子 鞠躬盡粹 天下控制掌上 將愛全部退讓 心敗只差一線 哪個退避誰願相讓 倒處是生命 不管錯誤 成敗決定戰場上 得到光榮得到難忘 照我罵我都當名相 照我罵我都當名相 悲傷我怨相 是同錯也怨相 願去衝 八道罵我都 Policy 今晚在aley